据大碗新闻 4月21日凌晨 艺人黄子涛发文道歉 文章中表示 对于在今晚演出中 他最后的一些不当言论 在此向主办方品牌方所有观众 质疑真诚的歉意 身为公众人物 他的言行 起到了不好的示范作用 造成了不良影响 为此将引以为戒 接受大家的批评和监督 不再有此类情况发生 去了解事情其因为 4月20日举行的上海F1大赛音乐嘉年华 本应同台演出的嘉宾黄子涛 和小马丁Martin Garrix 最终未能同台 之后黄子涛吐槽 小马丁团队不尊重人 也没有参加彩排 黄子涛表示自己不认识他 也不在乎 然后骂了一句英文脏话